電玩KRM,我是啾啾 歡迎來到電玩KRM,我是啾啾 哈囉,你還好嗎? 我想說你大聲有活力一點啊 快點 有活力一點 我也要嗎? 不是你介紹就好啦 好啦 快點大聲一點 歡迎來到電玩KRM,我是啾啾 哈囉,我是小雞 那我們現在要玩什麼遊戲呢? 就手藏啊 你不得不誇我,我像是兩個S欸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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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是兩個S欸 然後我跟你講那個什麼遊戲技術指導 就直接掛我這邊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都是我故意讓你 真的嗎? 對對對 要先說一下,我們又回到第一個版本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你在那邊裝 沒有 因為他要十個S,我們才能進下一關 然後我如果說是我們兩個的功勞 我覺得有點對不起 我們的工作人員 好,我講我講 好,你講 經過我們那個 經過我們的努力一方之後 然後我們 用盡了汗水 用盡了體力 用盡了精神 結果發現說十個S根本就打不到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打到 完全打不到 然後尤其是他之前 對,你看這支手機比較大 之前那個小手機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原本是S級的難度 變成SSSS 十個S級的難度 所以我就很生氣 我們後來就換了這支打 然後換了這支打之後發現說 還是沒有辦法過 還是沒有辦法過 那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只要請大神 請大神來幫我們 經過他的 他的 他的神之手 對 一個小時過後 他拿了十個S然後給我 對啊,而且輕輕鬆鬆欸 然後我們直接看 我們上次不知道哪一關 我們上次破到 我看一下喔 破到這一關 這一關 欸你要聽進去啊,你自己玩喔 你自己玩喔 你自己玩 你玩一下 白 你玩什麼 看著白雲吃吃的 看著白雲吃吃的嗎 等一下 不是,你玩了嗎 你玩一下 我們證明你有實力好不好 S喔 超難 這很難 這真的很難 我真的覺得 它那個菊花跟那個 完全認不出來啊 對不對 OK 不是,等一下 你慢慢來 我們,我們現在 信息這個 我們的失望卡 好啦 欸,你直接Cue我耶 好,我們來玩我們的 第十二關 對 我跟你講,這真的要S 不簡單 我先嗎 你確定 我剛剛已經玩過了 而且我剛剛講了那麼多話 現在有點口渴 我要嘗一下 好,我玩囉 你知道這關怎麼玩嗎 我知道這關怎麼玩 你知道嗎 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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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有印象 我沒有玩過啊 這我沒有 我們是打到這邊對不對 對 這很難耶 什麼 加油,加油,加油 跳起來 走起來 走起來 為什麼沒有 左右 跳起來 走起來 跳起來 你可以Tempo正常一點嗎 Tempo 等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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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比較快 懂嗎 對 你不要太速度啊 我們講成是破下一關啊 可是沒辦法啊 這種東西不速度 還是過不了下一關啊 真的嗎 對啊 而且 而且我再來不要怕好嗎 可是 我覺得你玩這個遊戲 不像暗暗一樣耶 為什麼不能走 因為你要左右左右 然後咧 然後 F 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輸嗎 然後其實我一個人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我剛剛是故意的 其實我很快 你很快就會 真的很難耶 怎麼辦 就加油 我剛剛其實可以達到1 但是為什麼沒有 我最後是故意卡 故意 你繼續說沒有沒有 然後來 我還沒說完 它就掉下去了 真的是比我 但是我剛剛已經不錯了 我剛剛已經走到最後了 而且我還走到了盡頭 那我剛剛故意就是原本可以到1 但是我為什麼不走到1 因為我想說 在這關再多發揮 所以我怕說我輕輕鬆鬆就可以到下一關 就不好了 而且我已經準備好一些就是梗 然後我沒想到 我這關不曉得就是一下就過完 懂嗎 懂嗎 懂 我覺得過不了 怎麼辦啦 交給我 交給我 不好意思我們停一下 你們麻煩再給我 好難喔 不是不是 你看這個就是要一個tempo 懂嗎 真的嗎 真的 你很快無法耶 還是這是發展左右腦嗎 對這是發展左右 所以腦子還沒講好是這樣嗎 欸你說的很好 我們人基本上都是腦腸 我不是在罵你們 我不是在罵你們 我是說真的 就像按應師堂 她的腦欲開發夜也猜幾% 10%而已對不對 我們有她的1%就已經不錯了對不對 幫我們講 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下一關是過不了嗎 現在這一關應該是過不了了 沒錯 因為我們剛剛使出大絕招 其實只過了15秒 在這15秒內小雞就到了 真的 你是不是有點浮誇 你知道我剛剛走很 是你剛剛 19秒都在了什麼 好對我也是17秒 你自己看我是17秒 你 你看我 我要怎麼看我17秒的表數啊 1啊 1是18秒 18秒好不好 我是17秒 我剛剛走17秒啊 17 可是17秒是低耶 她知道說17秒以下才是低 好 所以你剛剛是 我剛剛就是下去之後 然後我就全神灌注 使用我的三根手銷手指頭 然後這樣 然後 然後 就過了 哦 對 太棒了 你果然是遊戲技術指導 對 沒錯 那下一關就交給你了 可是我們卡在這裡 交給你了 啊你就play 然後 暫停 然後 回家嘛 然後再打一次嘛 喔要不要再玩 然後我總很偷偷玩 自己偷偷打到下面的光板 我不是那種人啊 我覺得是跟隨的進度 真的嗎 你會玩乒乓球嗎 我跟你講 我好稱 乒乓球小王子 覺得是那種 你知道 小王子 對 你為什麼是小王子 因為我在國中的時候 頭髮剪得非常的短 就是耳朵齁 然後結果 我在不講話的時候 就是那種超級帥氣 然後女生看到我就全部 他要跟我交文 跟他交文那種 你知道嗎 他是不是寫小說寫多啦 哈囉 吃藥囉 來 那是先你好了 先你 真的 真的嗎 你也是桌球小王子 我也可能是桌球小王子 沒有啦 他就交給你嗎 不要 你先 確定 對 你先真的 那我就教學一下吧 好 正確的打作 我覺得這不簡單耶 首先 看這個拍 是不是輕輕鬆鬆啊 他的球路我都預料到啦 他在想什麼 對不起 應該是 這場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還有round tour耶 對 所以我們是他的對方 對 我們是要跟他進行PK就對了 然後我們要打 就是十球 十球都要打回來 都要接到 對 可是他到底有round幾啊 十回合吧 還是六回合 六回合吧 忘記了 等一下五點回合 對 你怎麼會知道 你都說你沒玩過嗎 我沒玩過的時候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隨便說個十回合 懂嗎 我才隨便說個十回合 你真的是桌球小王子耶 你剛剛講什麼 等一下 你好好玩 他到底有幾個啊 如果round時候我覺得有點難 6 6 F 你要不要自己嗎 你要不要自己嗎 哇賽 欸快死了 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了 桌球 桌球小公布 什麼號稱啊 桌球界林志玲啊 桌球界林志玲 那我就不就桌球界那個 我不好意思加 欸我miss了 Great而已嘛 等一下等一下繼續 還不錯 你繼續講話 不錯不錯 玩得不錯 他玩得非常的好 技術非常的精湛 他對面使用了一個銷球的方式 然後銷了出去 沒想到呢 沒想到我們的對手呢 使用一個旋轉之後 不小心滑落了一個球 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的大師 我們的桌球小 怎麼那麼難 林志玲的 啊 等一下也是F嗎 喔 所以你跑球界的比我多嗎 反正都是F嘛 要求不要那麼多 他E很難 那我再玩一次 你認真講話 我繼續講 可你不要干擾我 我沒有干擾你 我從頭到尾我干擾他 他輕鬆地躲過你的 你的那個進攻 然後翻手 好 沒關係你到了 四五就知道了 等一下 給我一點 我們第一局 第一局已經 不小心拿到了球 但是呢接下來呢 才是真正的關鍵 像這個時候 我們就注定 應該拿不到 應該拿不到 都拿不到1了 不要 前面就是 你前四關至少要拿到完美 如果拿不到完美的話 基本上已經走了 根據我多年的判斷 這個對面的實力應該是 TOP TOP 再TOP 然後我們的實力應該是 嗯 好難喔 來 你為什麼覺得後面越來越難啊 很難啊 後面會越來越快啊 那遊戲真的玩得我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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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 就是一個拍嘛 你打過去我打過去啊 你跟你來我往的概念 你有看到他在挖鼻子嗎 有啊 他就很瞧不起我們啊 對啊 他哪國人啊 頭髮還是綠色 他明明就是金玉吧 是綠色吧 我不知道欸 欸 怎麼有點像哇沙比啊 哇沙比 你不要 你不要讓我笑 我真的想吃了 你不要讓我笑 他頭髮真的有點 哇沙比的感覺 真的啊 欸 他真的很瞧不起我們 他還插口袋 不會啦 不會啦 我看你兩個perfect 念的是太長了 我跟你講我就說 我是桌球小丸子 還桌球你自領 拜託 我是最排名不到幾了喔 喔 是是是 前陣子不在是去參加 國家比不然是可以 不科學 我就跟你說 等一下 你小心 他球速會越快 我認真起來 我認真起來 連我 連 連人就是 連你的父母都會怕 不不不不 Oh my God 我跟你講你要Hold住 我覺得 你剛剛不是說要Hold住嗎 Hold不住了 什麼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我 我說 你不要挖鼻子不好看 我是說 不能下一個我先嘛 對啊 欸 拜託 我上次還是有一個不小心 就兩個S啊 就是下一關其實跟我 就是不太好 真的嗎 對 因為下一關好像跟數學 數學 跟數學有點關係啊 所以我在這關真的不太期待 所以這關就交給你了 我全程喔 謝謝 我從一開始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選 數學不即可 不是 甚至你不是來故意考我英文 不是 故意考我數學 不是故意考我數學 不是故意考我數學 等一下我問你 這是加法而已嗎 嗯 加減 加減乘除喔 不是 那什麼 加減等於 加減等於 對 加減等於是什麼 就是 1加1等於2加等4 你進去就知道了好嗎 好 你現在問了你也不知道 高等數學 有沒有 高等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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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10 10等於10 好難喔 7、小 9、小 10 再一次